《基诺族》 《基诺山》的古老民族 聚居在基诺山 这里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 到处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是驰名中外的 普尔茶六大茶山之一 这个山的名气非常大 是古代六大茶山里面 最有名的茶山 它的茶叶 品质非常的好 过去都是作为供到那种 皇室里去的那种供茶 这张照片的标题为 小鸟宜人 可爱的女孩戴着尖顶帽 这是基诺族的重要标志 到了基诺山以后 我去的那家 它家里就有一个小鸟 很自由的小鸟 但是它会飞 飞到人身上来跟人玩 我就感到非常有意思了 然后我还让那女孩到那个 到一个无言下面 我说那个光线好一点 我们拍一张 结果鸟也跟去了 然后鸟还在跟它 那个有很多交流 完了我就拍了那么一张照片 叫小鸟宜人 我就发现了基诺山 基诺人呢 它和那个自然的那种 融洽的那种状态了嘛 是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 基诺族喜欢在平缓的小山坡 搭建甘蓝式的竹楼 去基诺族山寨 常常能见到基诺族妇女 手拿纺锤碾线 随着他们灵巧的双手 一开一合 雪白的棉花 化为一根根 匀衬漂亮的银丝 在基诺人穿的背心上 绣有太阳的图案 这是因为基诺族崇拜太阳 太阳骨 是基诺族最神圣的法器 太阳骨的骨身 插有多根木管 象征太阳的光芒 每年农历12月的打铁节 是基诺族最为隆重的节日 这一天 人们敲响太阳骨 跳起粗犷的太阳骨舞 欢庆丰收 基诺族呢 他现在是以搞旅游为主 他们就把他一些 民族传统的一些东西 拿出来 作为旅游项目 比如说他们的基诺大骨舞 等等 这些作为展示板纳的 独有的一些魅力的东西 拿出来 基诺族因为人口少的话 他现在的生活 应该说也是比较富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